奇怪的武器 1.夺命溜溜球 来自于电影《守日人》 看似一颗小小的溜溜球能有多厉害 当球体被织出去的那一刻起 注定引发一场灾难 这个小球由1变3 3变9 9变27无限循环 小球甚至还能自动加速 它可以轻松贯穿人体 以及水泥墙面 看病50毫米口径的炮弹 不一会儿小球的分裂达到了几千颗 整个楼层都被积得粉碎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并没有 不一会儿小球有几千颗 变成了几十万颗 开始破坏城市 使得整个城市满不充盈 死伤无数 造成这样的破坏力 谁能想到开始仅仅是一个小球呢 我想这夺命溜溜球的灵感 应该是来源于急速炸弹吧 第二款奇怪武器 夺命钢索 来自电影《幽灵船》 船上在举行派对 可是这一群人为何没有动静 因为就在前一秒 他们已经被钢索切成了两半 转轮巨大的拉力 让钢索成为了利刃 这人群众很少而过 现场瞬间安静了 除了一个一面儿的小女孩 其他人当场避免 如果要给这钢索起个行动代号的话 我想应该叫古增计划吧 第三款奇怪武器 夺命跳跳弹 最离谱的武器之一 注意了这里是12枚跳跳弹 从胸口弹出 撒落到地面 然后 什么意思啊哥们 直接把地球给炸了 怕 monitored 转bn 傻手 特伦